接下來我們要上的事有關於物質的分離 物質的分離 就是把A跟B混在一塊 然後把A跟B分開 我一定是利用某一個性質 A跟B不一樣 所以我就會利用這個性質把A跟B分開 前面講的硫粉跟鐵粉混合 混完之後磁鐵過去 鐵粉會被吸上來 它就跟硫粉分開來了 所以我就是利用磁性的不同 把磁粉跟鐵粉分開 因此當我會教的東西 你就要注意 我是利用什麼性質把它分開來 利用什麼性質的不同把它分離 這叫做物質的分離把它分開來 我們有教幾種方法 我們在這裡有教幾種方法 第一個 叫做溶解過濾法 我們當然會提到 在做食鹽的精緻的時候 然後沙子跟鹽巴 豬肉肥中把它拿來 鹽巴會溶 沙子不會溶 所以是利用所謂的可溶性的不同 但是我們通常是可以寫溶解部的不同 一個會溶 一個不會溶 就把它分開來了 所以我們的溶解過濾法 是利用所謂的溶解部的不同 把它物質分離 我們還有一個蒸發結晶法 那個鹽水拿出來之後 給它烤一烤煮一煮 然後讓水跑掉 然後鹽巴留下來 鹽巴結晶留下來 所以這個叫做所謂的蒸發結晶法 這是利用沸點的不同 使得沸點比較低 就先跑掉了 鹽巴沸點比較高留下來 所以這是利用沸點的不同 把它分離了 把它分離了 就是所謂的蒸發結晶法 我們還有教過的料理 叫做蒸溶法 這個算是我多講 如果要講一個墨水的時候 我們會先蒸溶那個墨水 然後讓那個水跟色素分開來 那麼水跑掉 它這個也是利用沸點的不同 這個也是利用沸點的不同 把物質分離 水跑掉 色素留下來 也是利用沸點的不同 然後那個色素留下來之後 會再分開來 就是所謂的濾紙射程分析法 把它放到濾紙上滴水 那個散開來 一圈一圈的 跑得快的到外面 跑得萬萬的留在裡面 我們說這是利用沸點的不同 把物質分離 這是我們上課曾經教過的幾種分離物質的方法 首先請你記住 他們是利用什麼性質的不同 把它分開 然後在個別的實驗的時候 會有個別實驗的注意事項 如果我們後面再跟你說 好 我們平常講的過濾法 就是拿一個網子 篩網 東西倒下去 搖一搖搖一搖 小東西穿過 大東西留在上面 所以如果是這種 那個叫做過濾法 是利用顆粒大型的不同 把它分開 但是我們教的 要倒到水中 哪來 有些會溶 有些不溶 所以我們叫做溶解過濾法 所以我們說的是要做 這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 跟一般的過濾不太一樣 不完全相同 因為我們要加水哪來 它還有一個蒸發結晶法 東西要做成結晶的方法 有很多種 我們課本上教的叫做蒸發結晶法 就是食鹽水去煮 水跑掉了 留下了食鹽的結晶 是因為煮一煮水蒸發掉 留下結晶 所以把它叫做蒸發結晶法 叫蒸發結晶法 那要做成結晶 還有很多其他的方法 那我們國中沒有提議 我們就叫做蒸發結晶法 蒸發結晶法 蒸發結晶法去煮 廢點的不同 蒸六把也是去煮 也是利用廢點的不同 都是利用廢點不同 但是過程的手法上有一點不太一樣 當我在做蒸發結晶法的時候 煮完了 跑掉的水 就跑掉了 我不要它 我只要留下來的食鹽結晶就可以了 所以跑掉就跑掉 可惜在做蒸六把的時候 用墨水去煮去蒸六的時候 跑出來的水蒸氣 我還要把它收集起來 凝結成水 我要收集它 我要看它什麼玩樂 所以那個東西是我要的 所以在做蒸六把的時候 留下來的東西我一樣 跑出來的東西我也一樣 我都要看 在做蒸發結晶法的時候 跑掉的水就跑掉了 這個沒有了 所以基本上的做法一樣 都是去煮 基本上的方式都一樣 都是利用廢點不同 只是在操作上 有一點小小的差異 這邊有一個所謂的蒸六 我們還有學兩個六 一個叫做分六 一個叫做乾六 分六我之前已經教過了 我們會在三年之後再提到它一次 分六就是分段蒸六 因為東西太複雜了 我沒有辦法一次就可以把它仔細的分出來 所以我隨便舉例 我就這一段 費點是70度到100度的這一段 給它主一次弄出來 下一段是100度到120度的 主一次把它弄出來 所以我是分段去蒸六 我當然也是利用費點的不同 只是我是分段處理 也因為我是這樣處理的 我是70度到100度一起處理的 所以分六把所分六出來的東西是混合物 不是純物質 因為它是費點70到100的 因為它是混合物 那不管是蒸六把還是分六 都是去加熱利用費點 是三態變化 所以它都是屬於物理變化 但是乾六不一樣 乾六是隔絕空氣加熱 我們做的那個木材的足塊子的乾六 包起來去烤一烤 然後會產生氣體產物 什麼有氫氣 有一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還有什麼液態產物 什麼那個膠油 什麼之類的 還有不氧化碳 那這個是包在裡面 讓它受熱去分解 這是一個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所以蒸六跟分六 是利用費點不同 把物質分離 這個是物理變化 乾六是隔絕空氣加熱 使它產生分解 它是一個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 那這個就是跟各位介紹 我們曾經用過的 用講過的一些分離物質的方式 第一個重點就請你記住 它都是利用哪一個性質的不同 把物質分離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